网络上爱情诈骗层出不穷 台中有一名50岁的单身男子到银行贷款500万 说是要帮女友缴交继承税 并且还拿出银行的继承通知书 航员鉴定发现这根本是假的 原来诈骗集团盗用了银行的logo 未造印章制作假的证明 在利用网络交友跟男子骗称 说有一笔4000万的遗产 但没有钱缴税金 希望他抵押房子贷款500万给他 还好警方及时阻拦捣住了男子的继续 50岁的张姓男子拿房弃地契 到银行柜台抵押想贷款500万 帮他女朋友缴税金 男子心急会前直接拿出这张 继承税通知书说女朋友 有一笔4000万遗产等着继承 不过求不了现金找他帮忙 一度还要他向地下钱庄借钱 但远景阁行员现场鉴定 这张通知书是假的 男子陷入爱情诈骗陷阱 这张团队刚才说的台北方 你告诉他 我们台北没有这个问题 这是诈骗的 诈骗集团精心制作假的台湾银行 继承税通知书 盗用台湾的logo及伪照印章 而后以网络交友的方式 来骗取民众的汇款 照片集团利用美女照片 专骗单身男性 又用甜言蜜语取得信任 不过双方都没有见过面 单单用网络聊天 开口就想借500万 好在男子听警方苦劝 没有汇款 要不然不只被骗感情 就连积蓄也差点被骗光光 记者潘欣颖 吴府夜台中报导